最近有一些有关于美菲的消息 让大家看了觉得很紧张 但是到底实际上是如何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大陆国防部长董军终于呢 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通话了 讲了好久 最近大家都在谈在这个 习拜通话之后呢 布林肯什么时候要去中国呢 据说可能是最近下个月吗 好那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导播你给我第一张电视墙 我们来看一下隔了18个月之后呢 今天呢董军跟奥斯丁这一番同话 两个人到底讲了什么呢 那又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在上任之后呢终于打通了这个电话 先前就一直在讲了 美中要有这个军事方面的沟通 好现在看来沟通有共识了 但是在内容的部分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 奥斯丁着重在南海 他说要尊重公海自由航行 但董军呢直接把中国的条件 讲得很清楚 第一那尊重中方在南海 领土主权海洋权益 另外点到了一个重点 也是习近平主席最近接待外宾 一定会谈到的台湾问题 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对于台独是不会听之认之 介大使您怎么看呢 董军跟奥斯丁这一番的军事沟通 对我觉得这个时机 让我联想起来就是520 赖金哥要上任 对我觉得不管是大陆来讲 还有美国来讲 对于这个首位台独总统 这个上任基本上防备性都非常强 有危机意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让军方 已经大概停了两年了 快两年了这样子的 尤其国防部长之间的对话 让他在这个时机恢复 那这个我觉得是有非常有针对性的 那中国大陆方面的新闻稿 基本上讲就是说 董军应约与美国国防部 奥斯丁部长进行视讯通话 中国不是主动的 是应约 可是我觉得这个约是一个 怎么讲呢 是一个叫什么 standing invitation 就是说它是一个长期 美国每天都在约 就是说我约你打电话 可能三个月前 可能六个月前就说 那中国大陆等于就说同意了 我给你通个电话 所以我觉得时机上 还是中国大陆挑的一个时机 董军上任三个月了 三个月 这是一个时机 我觉得很多是国际关系上 都要看时机 那时机有它的 才能够显示出它背后的密码是什么 密码我认为就是台独 还有呢 还有外部纵容的支持 外部势力 外部势力 那就很清楚就是指美国了 那我觉得这个电话 基本上董军是在警告美国 尤其在台湾问题上 表达极为强 极端强硬的 不会听之认之 我绝对会有反应的 就先话先讲在这里了 那当然美方的新闻稿发出来 他就说他支持 这个一个中国原则 对不对 一个中国政策 那还有就是说 还谈了很多区域的问题 不过最主要 我想美国现在对中国大陆的 除了台海问题之外 还有就是南海的问题 因为他要 在南海深一点事情 那不过 就是说这个是美国的一个 长久的一个立场 也就是公海的航行自由 这还有你美国人说吗 是啊 公海本来就有自由航行啊 那也请你尊重 中国的领土主权跟海洋权益 不要来插手 你说公海的航行自由 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吗 差得远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完整的问题 所以他 董军先讲了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情 解放军是没有办法听之认之的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两个国家在谈一些问题的时候 那好 这些问题对自己的重要性 都是有很大的落差的 对 那 所以我觉得大陆可能就是说 在这些方面会有更多的动作 我觉得未来520到现在也差不多 就一个月左右 一个月 一个月左右 那所以情 我觉得情势是会越来越紧张 越来越紧张 那么针对性也越来越强 那我觉得美国也有他的忧虑的部分 美国也有他的忧虑的部分 因为他基本上 他虽然是 这个 这个怎么讲呢 他虽然是不支持台独 可是反对两岸统一 对 他是反对统一 对 他是反对统一 那如果说赖清德今天 这个由在台独立场上 他这个太过于激进 造成了两岸军事冲突 那不是正好加速了两岸统一吗 所以美国也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 所以他们要节制赖清德 所以这个事情就两边的这个国防部长通话之前 那么在这个叶伦到中国大陆访问之前 事实上双方的军事的代表团 已经在夏威夷举行了会谈了 对 应该会谈 会前会 会前会 那谈了很多问题就是说 那个部分谈的我知道 大概前两个礼拜在夏威夷 解放军跟美国的这个军方的这个军事对谈 主要谈的是什么 空中海上意外相遇的时候 一个互动的准则 因为在南海太 之前太紧张了 太紧张 被美国歼11吓到了 美国歼11吓到了 他基本上是不要有太多的什么 擦枪走火的那个 那个风险存在了 那不过这次美国也认为就是说 自从双方军队在这个 重新慢慢开始接触以后 各个层级开始接触以后 他发觉在这个周边的水域跟空域 那种针锋相对 然后短兵相接虽然没有直接冲突 那种情况现在有很大的改善 很大的改善 所以美方当然是很希望跟中国大陆继续 可是我觉得中国大陆 现在对台海问题 我想军方已经高度动员了 高度动员就是看情势的发展了 那我想美国也非常清楚 那最后美国用的 美国对台湾的影响力 那么对赖清的影响力能够到什么程度 那我们就看赖清的520 他这个他的演讲里面 他的演说公开讲话里面 他的内容是什么样 我们就知道美国的 到底是真努力还是假努力 还是努力了也怎么样 也赖清德也不理他 所以呢等于是说啦 520之前话说在先 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 都讲得非常明了 那其实刚刚讲到了 譬如说在这个南海的 这个短兵相接的部分 套一句这个中国大陆的军事发言人 之前就说了 你不来我能拦你吗 所以美国你自己底线也才好好不好 美国啊就是这样子啦 说一套做一套 所以为什么今天要把话讲得这么清楚 每一次大家都会觉得说 讲的跟之前好像差不多 因为美国就是照样啊 说一套做一套 大家都心知肚明啦 好 接下来呢 5月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 香格里拉对话 到时候呢 董军应该也还会再见奥斯汀 到时候氛围就不一样了 因为接近520又更靠近了 持续锁定我们全球大视野 来 接下来好消息 中国大陆自治的第一艘 电磁弹射航母福建舰 是否即将就有海事了呢 最近军事民又拍到了这张照片了 来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有殲-15 有教练10的高教机 有空警600 有殲-35 好 大家就在讲啦 所以这个意思是不是代表着 未来这些都是福建舰的舰载机呢 好 什么时候要海事开始了吗 央视的这个媒体 军迷天下最近就有一个专题的报道 我们特别把有一段抓出来 中国是如何自行研发电磁弹射技术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报道 电磁弹射 它不是使用蒸汽 而是电力 电磁弹射系统 由两根长固定导轨和一个挂住飞机的 牵引杆组成 导轨由电磁线圈构成 充电的时候产生电磁力 拉动牵引杆沿着轨道前进 拖着飞机 并让它从甲板上起飞 这种方式能让飞机满载起飞 并大大提高舰载机的出动效率 首先看到了两点 第一就是能够研发跳带超车 中国的福建舰 我们说电磁弹射的航空母舰 第一技术已经突破了 第二美国要小心了 未来在南海 不是只有歼11会来 未来这些大陆的人民海军 不是宅男 未来要航向深蓝 对 其实现在全世界有这个 电磁弹跳的航空母舰 福建号是 尾二 尾二 美国也只有一艘 就是福特号 而且美国的福特号问题很多 那个故障率很高 常常一维修就是半年以上 那这一艘福特 这一艘福建舰 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电磁弹射 那电磁弹射它是用所谓的中压直流 它的稳定性跟它的力道 可能会高于美国的那个高压交流的 交流电的所以是很不同的 虽然都是电磁弹射 那为什么要改电磁弹射 基本上就是效率的问题 还有推动的力量 你推力大 你怎么样 你那个飞机的载油 跟载带量就可以大 它的战力就大 另外一个就是说 它这个好 如果弹力大的话 那么它在第二波第三波 就是说它的这个中间的 间断的时间短的话 那它起飞的 比如说一个小时它可以 40个架次 对 弹极架 你原来你只有20个架次 你现在40个架次 那个战力就是两倍 对 那你如果原来那个飞机只有 只能推25吨 现在35吨的可以 那35吨怎么讲呢 它的载弹 跟它的载油量就大 对 就不会有限制了 对啊 它的威力 它的作战威力就大 载弹量大 然后呢 它的载油量大 这个的话 它的作战半径就更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好 电磁弹射是 显著提升中国航母的一个战力 战力就是讲什么 它的飞机的起降次数 能不能效率高 对不对 然后另外载的飞机 是不是比较多 第二个呢 就是说这些飞机 是不是都是重型的飞机 还是都是像一些轻型 有啊 殲-15啊 对 然后殲-35隐形的 对 先去探探门 对 殲-35 事实上的话 已经大概差不多是到35吨 对 这非常大的 殲-15也是重型战斗机 那这些都显示 中国航母的战力 往上快速提升 这一艘航母 事实上就是 跟前面两艘 那有很大的不同 山东跟辽宁 有非常大的 山东跟辽宁 都基本上 弹跳滑跳式的 那个基本上是比较 整个起降的效率是比较差的 然后它的飞机 太重的飞机可能飞不起来 那现在这些问题 随着福建都很可能 都会解决 而且据说 现在是因为 还在 这个甲板可能还在七油漆 所以呢 上舰的飞机还没这么多 因为接下来大家说 有可能啊 重型的无人机 攻击-11 又隐身的 也不用飞行员的 也会上舰 对 将来就是多功能了 那尤其空井的话 因为你这个战斗机 你如果没有空井 这种六百这样 千里眼 它是一个 作战的一个指挥的中心 情报的这个中心 那你可以一起带的话 那它的战力又往上升了 因为将来如果 两岸发生战争的话 事实上这些航母基本上 我认为它基本上是说趋于拒止 也就是它可能会在台 停在台湾的东海面 然后贴近 让你的航母大驱进不来 都进不来 它一放在那边的话 方圆一千五百公里 就被它整个控制了 就是把美国推到第二岛链去 推到第二岛链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就讲可能四月二十五号 可能大陆的海军节吧 可能就是说它要出去海事嘛 那这样不是双喜临门了吗 因为正好四月二十五号 据说神舟十八 有可能要发射升空 当然我们知道 火箭发射升空还要考虑很多 虽然说天时地利要人和 所以呢现在是准备好了 可是到时候看天气 因为现在呢 今天最新消息 火箭组合体已经运到发射区了 而且呢就去年来看 神舟十七升空的时候 已经是航天二十年三十战三十节 成功率百分之一百 对它这个时间是老早就定好了 这个就是说神舟号 还有这些这个天工号 天工太空站 这个基本上它所有的 它所有的进度 都基本上都是排得非常清楚 严丝合缝 你现在神舟十七号 再上去的那三位太空人 在上面待六个月嘛 那现在新的三个太空人 就要去接班了 然后时间到再回来 全部照表操客 那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说没有一次失误 对百分之百成功率 百分之百成功率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这个就是可靠啊 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所谓它的这个精准度 跟它的这个安全度 是几乎是百分之百了 这个很难得很可贵 这个航天员太空人的训练上 也是非常完整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代表 中国大陆航天计划是一个长期计划 它就是说一波一波一波的 那个整个时程非常清楚 不像美国 比如说大概1968年 1967年就上了月球以后 就这个计划就放弃了 现在要因为 因为我们川普总统 就登不上了 川普总统浩大喜光 他觉得这个中国大陆 要超越美国了 我也要登陆月球 搞了一个搞了个计划 结果你看他们的这个火箭技术 就出问题 那火箭上一次是这个说 要试射一个所谓的登陆月球的登陆车 那个车子 那个火箭就第三次射才成功 第一次推到那个发射台来 最后几秒几分钟 说不行故障再拉回去 第二次去又故障又拉回去 第三次射上去后 可是他射出去那个 所谓的登陆的月球车 出去以后听说在天空打转 然后失控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美国这一次的重返月球计划 那基本上是一波三折 故障重重 所以非常的 那你马斯克的这个星链计划 他那种重型火箭 你看已经爆了几个 对 不是那么简单 现在美国还是无人的登月计划 中国大陆的有人登月计划 时间表都已经出来了 2030 对2030 2030 2030距离现在 没几年 六年的 不到六年 五年多时间 对 其实中国大陆的这个探月车 已经在去年已经登陆月球的背面了 这个其实在技术上就是一大突破了 那我觉得中国大陆也不求快 可是呢 月球 火星 还有空间站的 这三个大的计划都是照表超科 很清楚 我觉得这就是展现这个国力的一个方式 对 展现国力 展现国力 而且很有规划 然后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航天事业的这些科学家 听说是所有各国里面最年轻的一批 平均年龄非常轻 然后呢 现在中国大陆的火箭 现在慢慢的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这个发射卫星的这个频率非常的高 所以现在火箭公司现在在这个已经上海啊 还有这个辽宁啊 都有民民间民营公司出来了 对整个产业链也发展起来 产业也发展起来 所以这是一个国防科技 然后探索 然后还有商业都结合在一起了 所以是一个发展很完整的一个产业 没错 刚刚介大使讲到了 你知道吗 中国的太空人有多么的年轻呢 现在目前正在天空当中执行任务的 神舟17号的这个航天员呢 汤鸿波 汤圣洁还有江兴林 平均年龄不到40岁 这么年轻就算咯 汤鸿波呢 他是这个陈主的指令长嘛 他已经是第二次上太空执行任务 40岁第二次上太空 然后再告诉大家呢 有一些实验 我们说要在太空当中做 施重真空的环境 但是各位告诉大家 中国又突破了 未来不用上太空 都可以做太空实验 中国怎么办到的啊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联合 他们建造了一个 地面空间站 以前要上太空 现在不用在地球就可以完成 因为他直接用科技模拟了 真空高低温 带电粒子 电磁辐射 空间粉尘 等离子体 弱磁场 等等的 中国大陆一一突破 一一克服 展现了大国优势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聊 欢迎回到全球大视野 好朋友们 大家今天都按赞了吗 逸臻先谢谢大家 给我们的支持与应援 欢迎大家今天 多多抖内逸臻 抖内我们大使 抖内我们中天 抖内全球大视野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这则报导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 访美行程结束 然后发生什么事呢 开始啊 中非两国呢 反复在南海 不是有很多的这个 哩哩哩哩哩的冲突吗 小马可是说 如果是菲律宾人 因为攻击受到伤亡 那美菲共同调育就要启动了 问题是 美国真的有要打吗 好最近呢 说是要演习了 美国就来咯 在菲律宾北部 就是每次台风会来 我们说的 旅宋岛部署了 台 台风提风武器飞弹发射系统 部署了这个系统 是为什么呢 是针对中国吗 因为呢 它的火力半径 不止整个台湾海峡 吕宋海峡 连上海广州 都可以被覆盖 嚇阻意味浓厚 但真的是五毫吗 我们先来看这则报导 等一下我们请大使评论 南海情势再升温 本月13号 中国又在南海 距离菲律宾65公里处 追逐菲律宾的船只 时间长达几个小时 虽然两国都没有做出回应 但恰逢美日飞 刚在华府举行三方会议 高调驻飞抗中时机敏感 对此 小马可市虽然说不打算开放美军更多的基地部署 但北京指责菲律宾煽风点火 将美军可以使用的基地数量 从五个增加到了九个 美国也在菲律宾的北部设置太风武器系统 可搭载战斧巡应飞弹 采用海军垂直发射系统 射程可达1000公里 涵盖了整个中国南部的战区 针对性十足 美国剑指南海中国也不甘示弱 面对平凡的海上对峙戏码 运用新型AI水炮提升命中率 更细称为菲律宾快乐炮 在极端气候下误差只有两公尺 比传统水炮高出54%的命中率 小马可市结束美日飞三国峰会之后 也首度接受媒体的访问 小马可市表示 如果有菲律宾人员在南海因为攻击而死亡 将会动用美飞共同防御条约 南海局势必将升级 记者孙一珍报导 好 美国什么意思呢 趁着演习把他们这个陆基飞弹发射系统 叫做提风武器系统搬到菲律宾去了 搬过去会发生什么事呢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 他可以搭载的两款飞弹 因为他的火力半径也是还蛮猛的 所以射程可以达到上海 这是冷战结束之后 美国第一次在区域内部署陆基中程导弹 那美国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提风系统可以搭载的飞弹有哪些 首先我们来看射程最远1700公里的 战斧寻翼飞弹 战斧他是可以带核弹头的 再来标6标准六型飞弹 射程370公里 问题来了 大使美国在搞什么鬼呢 这样子不就是让地方的这种军事升温吗 对美国其实他是说 他之前这个美方的军事高层就说 他们要在一个地方 部署这种中程导弹 来对付中国大陆 那这个新闻是主要是4月15号嘛 就前天美国的这个军文网站 他发布一个新闻 可是这个新闻呢 我觉得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不太确定 他说事实上他是被 在北旅宋岛部已经 因为参与这个前进最近 数周在美飞举行的一个 叫盾牌24的联合军演 是的 那么部署了这个堤峰系统 那到底这个堤峰系统 是这次军演带到这个旅宋北部呢 还是这个堤峰系统 就今后就要常驻在旅宋北部 你的意思是演习后会不会搬走 还是就放在那边了 不知道 这就是我觉得从这个 美方的这个军文军文网站里面 我觉得他没有讲得很清楚的部分 没有讲清楚 不过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对美国来 武器系统来讲的话 美国的这个堤峰系统 基本上战斧军飞弹 基本上就是中程导弹 基本上就是中程导弹的概念 你500公里以上的这些 这些飞弹就属于中程导弹了 那事实上美国 美国去年也开始公开的 要提供战斧军飞弹给日本 对是 而且就放在日本 放在冲绳 放在冲绳 那也是1500 1300 1700 因为它不同的型号的距离 是不一样的 那日本的 当时讲是 大概是1200到1500 所以事实上 日本离中国大陆更近 所以事实上 美国已经开始 在中国大陆的周边 开始部署中程导弹 这就是美国 已经在做的事情 所以多一个菲律宾 少一个菲律宾 基本上美国已经做了 那所以就是说 这些导弹我看了 基本上就标准6型 它的射程是比较短 那可是它的速度是比较快 照美国提出的资料 它可以到最后攻击的时候 最后俯冲的时候 它是到8马赫 到8马赫 8马赫 所以它算是高超音速 可是呢 末端可能拦不住 末端可能拦不住 可是这个战斧寻异飞弹 它基本上 它的战速度就没有那么快 就没有那么快 那就看就是说 中国大陆的拦截能力 那不过这些就是属于陆基的 我把飞弹放在陆基 从陆 它就是一台发射车 发射车 就等于像那个 它原始的是从 军舰上的垂发系统 把它拿到陆上来 它原始就跟这个舰艇上的垂发系统 它就变成拿到陆地上 那它干嘛不直接大驱开来呢 对啊 所以就变成就 不敢来 那对美国来讲的话 它可以发射导弹的这个载台是多元的 很多啊 它这个只是一个陆基的 它也可以在它的海基的 不管是这个水面的舰艇 还是水下的潜艇 它都可以发射这种导弹 另外还有美国还有空军 那空军比如说B-52 它也可以在这种 它不是只在炸弹 它还可以在飞弹 所以就美国来讲的话 我觉得对中国大陆 它整个是又多了一个陆基的 中层导弹的打击系统 等于加强对中国大陆的威胁 所以可不可以这样讲呢 就是你知道吗 美国现在就是这样 多方的部署 那就是这边形成了一个 第一岛链的一个火力网 日本 然后呢 旅宋岛菲律宾 中间夹着台湾 在台湾周边火力网 先把它部署起来 反正到时候要打 好 飞弹射过来 先拦 要不然就从美国 要不然就从日本 要不然就从菲律宾 但是各位 你以为你 战斧飞过来 你标流飞过来 你以为中国是塑胶做的吗 中国早就准备好了 我们过来看一下 中国大陆拿什么来 克它的提风系统呢 各位 中国大陆的宏旗家族 不断的在升级 最近呢我们来看 红旗9B飞弹的垂发星型 这射程是250公里 它是一种中远程的地对空 防空系统 地对空的飞弹都能装 而且呢 包含了我们说陆基之外呢 海基也可以喔 052D 导弹驱逐舰 早就已经装了 海红旗9B 再来呢 我们来看 装在航母上 不用 我装在不成航母上 哪里呢 永兴岛 永兴岛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来各位这边 海南縣港旁边 永兴岛就在这个位置 为什么要放在这边呢 很明显了 而且呢 美国的卫星早就证实了 我们来看一下卫星图 这是2016年的报导 2016年卫星就照到 你看到海边很多秘密麻麻 这些是什么东西呢 这些就是中国大陆解放军的 红旗9飞弹 当时货或许不是最新型 但是告诉各位 最新型升级版已经出来了 它堪称是远程防空的骨干 它可以拦战机 拦你的飞弹 可以拦你的无人机 中国准备好了 乎走乎 对 而且除了这个红旗9B 中国大陆也跟俄罗斯购买了 这个S400 S400也是很强 很强 因为红旗9B 它基本上它是等于说是将俄罗斯的S300 把它升级 哦 改了俄罗斯的防空系统 对 是以那个为一个基础 把它改良以后研发出来的 那它是属于这种防空飞弹系统 所以你可以 基本上就是拦截用的 拦截用的 那永青岛放在那边的话 事实上有大作用 很大作用 对 这个位置就很敏感 对 你说菲律宾今天要发这个飞弹的话 永青岛立刻就可以 就可以反应 它距离比较近 那 事实上的话就是说 这些飞弹从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事实上的话沿海的话 我想大陆的这种防御系统 应该是密密麻麻的 最近去年我们还讨论就是说 大陆买的那个S400 它要部署在什么地方 部署在什么地方 那这个永青岛的话 基本上 它是非常有防御性的效果 我想像海南岛也一定是会有的 对 然后大概都是这些 好一段距离 一个一段距离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说 基本上美国 部署这个好所谓的这个好 堤风系统 堤风系统 我觉得就是一个作用 就是把菲律宾拉下水而已 啊 就是说菲律宾你也别想跑 如果这个台海有事 南海有事 你第一个先出来 对 因为事实上的话 美国日本要部署这个 这个战俘飞弹 日本国内很有意见 对 尤其日本的琉球珠岛 每个岛都反对 是 他说你把飞弹放我这边 我就变成暂时被打击的对象 我就是第一个要挨打的啊 对 现在第一波就是把这些飞弹部队 飞弹的据点都要打掉 所以本来你比如说 日本的这些 这些琉球的这些小岛 本来都是 什么 这个海角一乐园的 你给他放个飞弹基地在那边 将来有冲突 他第一个被摧毁 对 所以美国就很很私心嘛 他自己关岛已经布的秘密 他怕他关岛被打掉 他现在往前 火力前推第一岛链 对 冲绳先放 吕宋岛再放 对 他过去其实他在这个 在这个第一岛链的时候 他有这个 这些不管日本来讲 韩国来讲 他的火力有他的攻击的 这个远度的一个限制啊 对 你不要看日本 日本以前没有这些飞弹 他那些飞弹能够打个150公里 就已经偷笑了 美国逼他买的 美国事实上 美国现在就放宽了 对 所以针对谁呢 针对中国大陆 对 所以我觉得美国真的就是一个 怎么讲来 很具侵略性的国家 对 他把飞弹放人家讲 然后他常常说 你在威胁我 对 那到底你飞弹放人家 家门口 到底是谁威胁谁啊 我觉得 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 只有赶快发展远程的工程武器 另外一方面 就是 要把这个航空母舰 变成什么 变成这个核动力的 起码两艘 超过美国第三岛链 常常到那边巡回一下 美国才会受到威胁 要不然 他每天把 把这个飞弹放人家门口说 他有被威胁到 他说我只是来演习的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俊 它是由多脂菌种 和益生俊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俊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准够